有观点认为老美对有些国家GDP 接近于它70%左右的时候 就会对其打压 比如利用广场协议 把日本打了下去 现在又同样的打压中国 第二美国利用石油和美元挂钩 通过加息降息印钞等手段 收割全世界 所以认为美国坏 请马老师谈谈看法 第一个呢我不能谈的太多 因为时间有限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听得到的这些 都是从墙里边听的 还是墙外听的 就这一个事 如果你听的这些 都是从墙里边听的 我建议你少听 我建议你甚听 我再来多说一句话 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过反思 就是如果你童年幸运 你童年会治愈你的一生 如果你童年不幸运 你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 各位我想说 我们在座的几乎一辈子 在治愈童年 甚至到时你都做不到 就是我们身上过往的成长环境 对我们造成的伤害 你一辈子都进化不了 就是你到时你一辈子 你脸上那个表情 都不如你刚出生 那个三两岁时候 那种表情 坦然优雅 淡定 就是你小时候 受过太多的伤害 主要是大脑造成的污染 你一辈子倒不出来 等你反思的越多 你会发现 你越不是东西 你内心越邪恶 这个我儿子有时候 也和我在聊 就是有些人 你能看出来他的家境 就是他是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都能看出来 你像我们这草根一代 这辈子注定是草根 就是身上太多的 列根性是改不过来的 所以通过这个我想说 你得到的信息是怎么来的 你比如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是警力的青蛙 我们都会相互暗示 这个天就井口这么大 谁要说是蓝天很大 天外游天 这所有的青蛙 一定会把那个青蛙给弄死 对吧 你看看 都知道外边的那个 那个天就井口这么大 所以通过这个 我就想说一句话 就是如果你得到的信息 都是井口里的青蛙告诉你的 那你要非常谨慎 而且井口的青蛙分山类 第一类呢是牧羊人 第二呢是牧羊犬 第三呢是小绵羊 井里的青蛙你也可以把它比作羊圈 这羊圈里这山类人 你先搞明白你是哪类人 谁在天天给你说山道士 我想给你说山道士的几乎都是牧羊犬 我问你牧羊犬天天给小绵羊讲课 他的立场是站在牧羊人的立场 还是站在小绵羊的立场 各位你回答我一句话 就牧羊犬呢 大家知道权儒权儒吗 知识分子多数是权儒 权儒在学校的给小绵羊讲课 更多的立场是站在牧羊人的立场上 还是站在小绵羊的立场上 各位请你回答 当你把这个搞明白 很多你都明白了 所以就如此简单的这个逻辑 如果你不明白 我就一句话就知道了嘛 全球前十大网站 你能看几个 对吧 如果前十大代表百分之百的信息量 你能看五个 代表你对世界的理解 能有机会见百分之五十的信息 那你说前十个 我只能看一个 那回了 对吧 你前十个 你只能看一个 这就意味着 你对世界的了解极其薄弱 还不如井口那么大呢 你怎么知道 你看到的世界是真的呢 所以这就是 首先这辈子 你得知道你是什么东东 好吧 这是最基础的 第二个呢 我再简单聊一点 那个广场酒店 广场饭店就在纽约 这是我妹对上号 我应该录过 搞不清是哪一个 因为她那个楼外楼 广场饭店 我改天我去的时候 拍个照片给你们看看 那个广场协议呢 主要是当时呢 大家知道 老美的消费量太大了 老美的消费量太大了之后呢 就是老美的赤字非常多 就是大部分都是 这个老美买他们东西 他们正美金 你这么理解就好了 就像我们前段时间 特朗普上台 我们买他的东西少 他买我们的东西多 这样会造成贸易赤字 就说白了 我们挣人家的钱 人家没挣到我们的钱 在这种背景下 这个老美经济是受不了了 他就要求我们 重新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你们不能光挣我的钱 我来挣你们的钱 然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签了个协议 让日元升值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你也可以理解为 逼迫日本日元升值 但是呢 他不签也没办法 因为老美太强大 还有一个呢 他自己也理亏 对吧 做买卖 你会发现 你挣我的钱 我还得挣你的钱 是怎么回事吧 你不能光让我买你的东西 你不买我的东西 那老美就不愿意 所以你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多少有点胁迫 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 叫胁迫也不对 就像特朗普那个上台之后 对我们有意见 你得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对老美是赤字 正常贸易 你会发现 你买我的 我买你的平衡 是最好的 产生赤字的话 就说不了 你挣别人钱挣得多嘛 但别人肯定不爽嘛 你就这么理解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我 简单的聊一下 广场协议的背景 然后再了解一下 对我们的打压 对我们的打压 你会发现 就是我们这片土地上 出生的人呢 我以前聊过类似的案例 包括你会发现 我小时候看电影 这个坏人呢 他一定非常丑陋 非常邪恶 就是他一出镜 就能看出是坏人 然后好人一定长得 高大威武英俊 吃梅山木 你看我们小时候 看电影都是这样 我们接受的教育 也是这样 坏人一定长得很坏 好人一定长得很好 然后这个世界呢 是黑白分明 好坏分明 我们从小接受的是 这二元思维 这种二元思维下 我们几乎不用思考 好人就永远相信 坏人就要把他弄死 导致我现在看电影 也养成一个本能的习惯 就是先分谁是好人和坏人 特别是我看外国电影 他就是外国人的脸 他就是女人脸 我分不出来容易穿帮 我和我儿子一起看电影 我就习惯性问他 这是好人和坏人 我儿子就很误语 因为太多的人 太多的他没有好坏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这个语境下 就是我们这种教育体系下 养成了人 他本能的把世界给简化 简化成敌我 然后敌我之后就带着仇恨 所以我们太多的 你会发现 他更多的不是宽容 不是包容 不是尊重理解 而是仇恨 而是敌视 而是怀疑 所以我们这个认知 是出了问题的 中美之间的问题 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有机会我再和大家聊 你可以用简单的 一个游戏规则 以前我们都在一个群里 我不知道各位懂了吗 以前我们都在一个群里 聊天啊 这个做买卖啊 后来突然发现 重新建了个群 重新建了个群之后 没把我们拉进去 这是最简单 最生动形象的 原因我就不说了 就像你们十来个鸟人 在一起玩 突然之间 人业重新建个群 没把你拽进去 各位 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所以这些是你要去思考的 我不建议我们很简单粗暴的 就是二元思维 就在别人眼里 就是我们不能强大 强大了别人就收拾我们 但是我再问你一句话 你会发现你又知道了 我们以前为什么被欺负呢 我们弱小 知道我会说吧 你脑袋里就是 我们以前被欺负 是因为我们弱小 我们贫穷落后 那你现在被欺负呢 为什么被欺负呢 我现在又强大了 所以我被欺负 各位你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不被欺负吧 你想象是不是 我们以前郭平啊 腐败落后啊 所以总被欺负 就是以前你穷被欺负 现在你强大还被欺负 你告诉我你是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总被欺负呢 你会发现 我们为什么都是这种 受害者的心态呢 你看以前我们被欺负 是否我们锅力太弱 现在我们被欺负 现在我们带墙 你怎么总是受害者呢 各位 包括我以前跟大家聊过 你吹起牛了 你有五千年的文明 然后你解释起来 你为什么这么落后 你说你发展的晚 你五千年 怎么还发展的晚呢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之间呢 没有任何逻辑性 就是我们脏水就来 断章取义 没有一个基本的思考 我认为这点不好 所以我建议还是大家要多多的有自己的思考 再就是呢 如果你不能看圈外的信息 你尽可能少看 就像叶胜哲 这个老兄说这个事 有时候你看错书的话 相当于中毒 还不如不看 你有刚才我说这东西 你告诉我哪一个是对的 你弱又被欺负 强还被欺负 你告诉我哪一个是对的 对吧 那你天天催你几千年的文明 然后你又说你发展的晚 那你告诉我 你过去的几千年是文明还是不文明 对吧 你过去几千年那么文明 你应该发展的早才对的 不应该发展的晚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全是之间的前后矛盾 但是我们还自信满满 我不知道我们这种自信来自哪里 就这点玩意 我们就摆弄不过来 天天左右打脸 结果还越打越自信 也不反思 所以我们这种自信 是真正的自信 还是哭子的自卑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所以我老实说 我们还是多少看看世界 我多说两句话 昨天还是前天 我们去了那个拉扎的 就是东南亚的最大的电商公司 阿里控股的 那个主讲人上来就聊 说那个东南亚的人退货率很低 到百分之二都不到 他下面来解释一句 他说这儿的人特善良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明白一句话 就是这儿的人特善良 各位当他说这儿的人太善良 潜台词就啥意思 哪个地方的人特邪恶 所以很多事你要看看你就知道了 在我们眼里就会发现 多南亚到处都是割肾的 不能去 去了肾就没了 但是我昨天在吉隆坡 前天在吉隆坡 阿里啊 大家知道阿里是控股里拉扎的 那阿里派过来的高管 我们下面就问他 这个电商销售情况怎么样 他说这儿的人很善良 对货率很低 各位你可以发现 这是原话这是刚听到的 有机会你们跟我去东南亚商务考察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你认为的人家在割肾 等你过来之后 你突然发现人家很善良 所以我就一再说 如果你们看见过真实的世界 你的内心不再有恨 你的内心不再有敌意 你的内心会更多的是包容和理解 更多的是尊重 更多的是爱 如果再简洁的说 如果你真正看了世界之后 你的山观会碎了一地 你的眼里不再有恨 而是知识有泪 你的内心会变得极其柔弱 而且又非常坚定 现在我们是颠到我了 我们现在内心是你会发现 我们内心没有泪 只有恨 等你真看了世界之后 你会发现 你真的满眼只有泪 你那种泪 你都不知道给谁流的 所以这些是要我们思考的 好吧 我大概就聊这些 然后剩下的你们看看 我的思考的原点 让大家真正有思考 就是这辈子 你怎么着 但是个明白人 不能白来一趟 不能稀里糊涂来 再稀里糊涂死 这太悲哀了